全球气候暖化引发了骨牌效应 北极变暖 冰雪迅速融化 严重影响北极原住民萨米族的生活 萨米族数千年来和巡鹿为伴 靠着渔猎为生 不过 积雪融化变成了冰 导致不少的巡鹿 因为无法敲碎厚实的冰壳来获取食物 结果活活饿死 萨米族在丧失家庭的同时 也被迫和变化莫测的气候共处 严重打乱了他们原本的生活形态 和规律 穿越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地 来到了瑞典萨米人的专属小镇 萨米人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 与森林河驯路为伴 靠着渔猎为生 是欧盟唯一的游牧民族 不过 他们坚守多年的居住地 如今却面临着气候逐渐变暖的艰难挑战 这里一年当中有八个月 都是被白雪覆盖 千百年下来 萨米人已经累积了一套 适应冰雪环境的知识 不过温室效应加速了冰雪融化的速度 冬季和降雪量变幻莫测 让当地萨米人措手不及 萨米人措手不及时代表冬季 对萨米人而言 驯鹿不仅是家禽 更是当地文化和生活的基础象征 然而随着气候变暖 积雪表层开始融化 随后又被冻结 形成一层坚硬的冰壳 驯鹿不但难以嗅到食物 更无法敲碎冰壳取食 以至每年都有驯鹿被活活饿死 全球气候暖化 一步步地将地球上稀有的物种 推向灭绝的生死边缘 北极地区温度变幻莫测 冰层的厚度反复无常 使得冰壳上驯鹿长走的路线危机重重 当地更不时发生 由萨米人连同驯鹿 一起坠入湖中丧生的悲剧 NVC综合报道 打开启鹿耳兰米人连同驯鹿